根據這張海報,會議為二虎大師王國彤和王衛兩父子 真是會在星期六,和其他海外演奏家,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同場表演 但原來一切都只是幻象。 康文署在演奏會舉行前,直到宣傳品有問題後,急急取消星期五和星期六兩場演奏會。 有不知情的樂迷星期五到場,事後表示可惜和失望。 你是學音樂的嗎? 不是 可是你很喜歡它嗎? 還好 那為什麼會買? 就是比較喜歡聽這類的 所以就買了票,可是你看到它取消了有什麼感覺? 會不開心或者覺得可惜嗎? 比較遺憾 比較? 比較覺得可惜 簡直很失望 很失望 因為話說今天六月一日,另外還有一場在廣大 都是這位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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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另外一個Pianist來的 基本上是兩個在這裡 就是選擇 不是這麼慘 我打算選擇,當然是這邊,大英的一話 即是French 很可惜 你說我還更加 揭發宣傳品造假的,是二戶演奏家黃慧。 她的學生發現黃慧和她的爸爸黃國彤 星期六晚同時在九龍和港島區有演奏 質疑他們怎樣分身 黃慧表示,父子兩人從未答應過在尖沙咀的演出 質疑主辦機構未經兩人許可 就使用他們的相片如目混珠 被指是主辦機構之一的法國五月 亦發表聲明,說對演奏會全不知情 又說香港音樂藝術學院未經授權 使用法國五月的雙標和名稱 他們說會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香港音樂藝術學院負責人回應說 她都是受害人,因為有贊助雙聲稱可以包場 但一定要有王氏父子演奏 由於對方曾出事合約,因此誤信對方 她說自己亦損失了大約30萬 同時又因為與法國五月在溝通上有誤會 才用了對方的名義 康民署被質疑 未有預先核實主辦單位提交的資料 就在4月開始售票 另外,王衛已向海關舉報 質疑有人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海關正跟進事件 東網記者陳淑儀報導